剛剛那段就講完論雙魚怎樣將塊壁獄偷偷運回去趙國 那我們現在進入去模擬史題第四題第一部份 論雙魚怎樣從秦皇手中取回壁獄並把他送回趙國 答這一類直接問的題目其實是最簡單的 只需要語譯翻篇文章上去就會OK 這類的題目都不用多解釋 答案就是很簡單直接說論雙魚假稱和氏璧有瑕疵 要止急秦皇看把壁獄從秦皇手中取回 他繼而怒蹟秦皇傲慢無禮要脅要擊碎玉璧 隨後要求秦皇齋戒五日在朝廷上徹九賓之禮才會獻上玉璧 論雙魚直此拖延時間暗中吩咐隨從穿上平民服裝 秦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趙國 同學可以猜分一下答案 我們下去無疑史題 第四題第二部份 有人認為論雙魚取回和氏璧並把他送回趙國的方法 不值得讚賞 你同義媽 事家易說明 這些題目就沒有答案是自由發揮 你就不要想著沒有答案就很容易拿高分 其實不是 很多同學就是在自由發揮的題目中失分 為何這題目說論雙魚的方法不值得讚賞 就是因為他騙了秦皇 答的方法當然很簡單 你可以答不同意 因為秦皇欺騙在先 所以同學可以這樣回答 論雙魚所用的方法雖然取巧 但這是因為秦皇無意履行承諾 不尊重趙國在先 論雙魚身為趙國使者 有責任保障趙國利益 不可白白被秦皇奪去欲逼 論雙魚要求秦皇先隔十五成給趙國 趙國才送上迫獄 合情合理 最終秦皇並沒有這樣做 祝見他並非真心交換 只自想欲募趙國 論雙魚有先見之明 面對奸詐的秦皇 他自勇兼備 維護了趙國的尊嚴值得讚賞 同學可以找回答案 下一段 秦皇齋五日後 即是秦皇齋隔了五日後 乃設九賓禮於庭 乃之前說過是於是 於是在朝廷上設置了九賓禮 引趙使者論雙魚 引就是引領 引領著趙國使者論雙魚來到這裏 下一句 雙魚自為秦皇約 論雙魚來到同秦皇講 秦自木工以來二十餘君 即是說 秦國自從秦木工以來二十幾個君主 未常有堅明約束者也 常字剛才講過是曾經 堅是堅定 明是明確 約束即是受約定所束綁 即是守約 這句的意思即是說 未曾有過堅定明確守約的人 你看到秦國真是劣跡斑斑 往直告訴別人他信不過 正在這個原因 我才有以下這個舉動 就是神誠孔見欺於皇兒父兆 故令人慈迫歸間至兆矣 神誠孔的成字 和我揭去無異史題 第一題第二部分 成是指確實實在真的 這個是文言文中的常見用詞 在出詩表裏都出現過的 恐就是恐怕 見欺之前講過是受到欺騙 于皇的于字其實是被動舉式來的 是被大王你欺騙 父兆就是辜負了趙國 整句的意思即是說 我真是恐怕被大王你欺騙 而辜負了趙國 故令人慈迫歸 因此命令人拿著塊壁玉 歸回去趙國 間字就是抄小路去到趙國 這裏就講了 因爲秦國一向都是劣跡斑斑 沒有信用 所以我才迫於無奈這樣做 論相如常事中的責任推向對方 且秦強而趙若 且就是放且 秦國就實力很強大 而趙國相對來說是若 大王遜一界之士至趙 遜就是派遜 一界就是指一個 但是有些比較微小 悲賤的意思 譬如你看一些古代的電視劇 都會說自己一界草民 即是說自己只是一個地位很悲賤的平民 知是是是者 知趙就來到趙國 大王里派遜一個 使者來到趙國 趙納捧逼來 講過了 那個不是鳳 是通也字捧 趙國立即捧著壁玉過來 今以秦之強 而先割十五刀與趙 這個以字是憑直的意思 現在憑直秦國的強大 而先割十五座刀成給趙國 趙喜錦留逼而得罪於大王父 那個喜字是難道 趙國難道敢留住壁玉 而得罪於大王里媽 下一句 神知欺大王之罪當諸 當字是應該的意思 諸就是處死 我知道欺騙大王的罪 是應該要處死的 神請就湯鑊 就字是近的意思 湯鑊就是一個頂來的刑句 整句直譯的話 就是我請求接近湯鑊這個刑句 二譯的話 就是我請求自願接受刑罰 圍大王與群臣熟計已知 那個圍字是希望的意思 那個熟字是通假字 下面加四點 是仔細的意思 同學可以揀去模擬試題 第一題第三部分 寫下仔細地 計已知 即是商量一下這件事 應該怎樣去做 現在 論雙鑊就把球拋回去給秦皇 現在 要劏要殺 就釋除尊便 你想怎樣就怎樣 你自己想想要怎樣做 秦皇與群臣相似而欺 那個欺字 不同參考書有不同的解釋 有一種講法就是講強顏寬笑 苦笑 另一個就是憤怒 發出一些很憤怒的聲音 同學就看看自己老師怎樣教 左右畫忍雙魚去 左右是大臣或是士叢 剛才講過 那個畫字是有的意思 忍呢 這裏就不同之前的忍字 這裏就是拉的意思 整句就說 大臣或是士叢 有些想拉雙魚走 拉他走當然是想拉他去用形 秦皇恩若 這個恩字是於是又一就 秦皇於是就說 今殺雙魚 現在殺了論雙魚 忠不得逼也 最終拿不到快和是逼 而絕秦趙之歡 是會斷絕了秦和趙國之間的歡好 有兒 不如因而厚愚之 厚是優厚好好地 愚是接待 不如因而好好地接待下 論雙魚 使歸趙 令到他回趙國 趙皇喜耳一逼之故 欺秦爺 趙皇喜耳的以字是恩惠的意思 留意下最後那個邪字不是讀邪 是讀爺 是解媽的意思 整句就說了 趙皇難道 因為一塊迫玉的緣故 欺騙秦國媽 這個是反問句來的 講秦皇 相信趙國不會騙自己 當然這句說話是讓自己下台的 遮停見相遇 遮字是最終的意思 其實是廣東話來的 我們廣東話說遮之 即是最後的意思 遮是朝廷、殿堂上 見相遇 即是說最終都沒有 拿領雙魚去受刑 不禮而歸之 禮節完了 而歸之 歸之是吸他回去 相遇既歸 既字是已經的意思 我們常說既往不救、既成事實 既往不救就是已經過去 就不再怪罪於你 既成事實即是已成事實 既字是已的意思 已經 相遇已經回去了 趙皇以為賢大夫 趙皇就認為他是一個 很有賢德、很有賢能的大夫 事不欲於諸侯 事就是出事 就令到趙皇沒有受到諸侯的侮辱 剛才都說過 這個於字其實是被動息 是被、受到的意思 拜相遇為上大夫 就是授與相遇為上大夫 這個職位 秦亦不以誠與趙 秦國也不用誠詞來給趙皇 趙亦忠不予秦迫 趙皇亦最終無給予秦國迫辱 其實說到這一段裏面 都是集中說論相遇的勇 這裡是看到論相遇那種勇 是視死如歸的勇 明知道握了秦皇是死罪 秦皇不單止可以令你死 還可以令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可以折磨你 但他都是不怕的 有一種松容就義的器概 所謂的松容就義 即是說面對死亡都是很輕鬆的 只要覺得自己是合乎意義的話 就很輕鬆地去接受死亡 另一樣東西就是說 這裡很多同學可能會遺忘了的 就是這部分其實是運用了襯托的手法 為什麼是運用了襯托呢? 因為秦皇那麼奸詐 都不能夠耐得他何 還要送他走 那就更突顯了論相遇的才智 請問我 你會不會說 因為今天可以進行 為甚麼 你會討論 你會討論 那是嗎? 你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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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討論 你會討論